回到今天的市场就是数据很强 比如说外部稍微活跃一点 国内进入一个操作业时间 然后几大热点炒一炒 这个成交量都放大 第二个就是炒作的方向炒得非常的凶 你只要看新闻源的一个方向里头上游资源 上游资源就典型的所谓的组成了 全是一个连续拔高的一种状态 然后芯片这部分也基本上是一种 所谓的长期爬升之后的组成了 也是一个连续拔高的一个状态 估值水平的都是超历史记录的 动不动过千亿 但是与此同时 就是传统的行业被反复的一个打压 完全不值钱 哪怕你有市场份额 哪怕你是行业龙头 哪怕你是有成长性业务 哪怕你股票很便宜 哪都在这个阶段里头不受待见 这就是投资做人做事难的那种状态 就是为什么说去年有一句话 会稍微流行一点 就是做难而正确的事情 对吧 其实正确的事情很多都是难的 而且坚持很难 那反而是捷径很多 捷径很多 各领风筹 但是最终可能不了了之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所以今天单看数据是特别强硬的一个数据 就是量是放大的 指数呢是除了红利指数呢下跌以外 其他指数呢都是上涨的 那创业板和科创板呢是零涨的 涨幅呢也比较大了 对吧很完美 那么从资金流向上面呢也很完美 北向资金呢恢复近买入 国内的资金呢对南下继续的减实 就确实南下呢现在油水不淡 干不过 所以呢它这个撤退的一个状态 那从A股呢这个主流的资金呢 是一个主动出击 造势的一个阶段 这个呢从 从机构资金 主力资金 可以看到 今天的买气是很厉害的 今天这个 这个主力资金 机构资金的 净买入呢有将近250亿 这个量是很大的 那主力资金的净买入呢50多个亿 再加上呢北向的38个亿 所以合在一起呢是有300多个亿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净买入规模 市场情绪方面呢也被调得非常的高 因为有很多个股涨停嘛对吧 这些个股呢又处于一个连续拔高的一个状态 所以创业板的分 情绪分呢是趋到了7.4分 全A的分量也有6.6分 这个护生300呢差一点6.1分 全部呢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分数 从个股涨跌比上面去看 五间的涨跌比呢是收敛了一下盘中呢有过三百多三千多加上涨的这么些过程 到五间的时候呢收敛了一下 下跌的加速呢有1500多加上涨的加速呢2800多加 这样呢也将近接近了2比1这样的一个领先状态 所以今天的A股的交易数据呢是非常强的 非常强如果你只关注呢成交量的放大 只关注呢市场情绪 只关注呢机构资金 主力资金和北向资金的动向 关注呢涨跌比 关注呢涨停加速 等等这样的 或者关注呢行业板块 行业板块晶片非常的强 右色 军工等等 这个电器设备等等 这些都非常的强 但与此同时 市场的结构呢又很脆弱 或者说很有趣 这个呢是 现在这个市场的一个常态 这个已经是见怪不怪 所以我们既要能够放松一点的面对 又要呢知道呢这种时候呢是需要效对 因为呢没有可能你迅速的去改变它 这个我觉得不抱说一击而重 迅速改变这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这些事情呢是有惯性的 也是有过程的 那么现在这个市场呢 在这部分的扭曲呢 我们讲它是有很多因素对吧 有市场博弈关系 也有风投在这个市场里头呢 扮演了上帝 这样一个决策 当然它也结合了这个监管部门 它的政绩需求 等等这些 它都结合在一起 那么可以判断出呢 跟经济相关的 也是我们前段时间呢 一再再强调的 就是消费呢 肯定是 消费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一个状态 消费呢 处在一个尴尬的状态呢 是一方面 它在中国经济的占比当中 显著提升 这个你不愿意要它 也得靠它 这个跟房地产很像 就是你不想要房地产 但是呢 你真离不了 所以呢 你只能说一方面呢 享受有房地产的支撑 另外一方面呢 麻麻烈烈 啊 总是这个样子